民进党针对下届宜兰县的乡镇市长选举即将启动登记作业 但县党部今天宣布要把宜兰市跟罗东镇列为特殊选区预留弹性空间 一般认为这个空间是要留给宜兰市长江从渊 宜兰县党部原本要向中央争取县长的提名权 以力提早展开县长的选举布局 但遭中央打回票 最后提名权回到中央党部 目前有意参选县长包括立伟陈欧珀 宜兰市长江从渊东山乡长谢灿辉 另外再加一位党部建议的县议员黄世超 依照中央提名作业流程 最后产出宜兰县长参选人的时间可能会在明年 但是宜兰县党部办理乡镇市长登记作业是在10月16日到20日举行 宜兰县党部执委会昨晚决议把宜兰市跟罗东正列为特殊选区 宜党部今天宣布特例情况强调是预留弹性空间 一般认为这个空间是留给宜兰市长江从渊 万一将无法取得县长参选资格 他可以再回来参选宜兰市长 对此宪党部主委林静才表示宜兰市跟罗东正式选举的重要乡镇 成败影响到整个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他乡镇 所以把登记作业延后一切以胜选考量 民进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静才表示 把宜兰市罗东正列为乡镇市长选举特殊选区 是为了胜选考量 记者戴永华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